前一天才說要去釣魚的孩子 卻再也回不來 阿嬤哭得好傷心 鄰居眼中 孝順的理性少年 個性活潑外向 高校榜上衝天炮頭 在鏡頭前小開懷 家裡靠父親打零工賺錢 還有照顧阿嬤 他不但是家中獨子 更是阿嬤眼中的寶貝金孫 孝順又貼心 到海邊吸水 穿球衣擺出帥氣pose 為了救人溺斃的靈性少年 是同儕眼中的籃球高手 臉書上大頭罩 霸氣灌籃 一張又一張 寂寂說弟弟手指水性 又講義氣 才會奮不顧身下水 救朋友 喜歡運動的林同學 為了救人溺斃 好友不捨留言說 要開學了 我希望看到的不是你 下輩子我們還是最好兄弟 要到天堂當個最帥的天使 下方透露 他的父親長年罹患猴癌 家境不好過 這回兩人釣魚溺水 共赴黃泉 來不及開始的新學期 對於兩個家庭來說 都是白髮人送黑髮人的痛 解采用腳配如高雄八道